大家好,欢迎回到泰语构句练习 那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字是 那这个字蛮简单的 但也很常见,也很重要 那意思就是跟什么什么有关 跟什么什么相关 好,那这关例我们就从例句开始看 选的第一个例句是 是事情,你是这个 所以就是这件事 麦是否定的不 是与什么什么相关,与什么什么有关 那是你,所以整句应该很好理解 就是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与你无关 下一个例句是 CAM TAM GEOGAP RAY CAM TAM GEOGAP RAY CAM TAM是问题 拆开看的话呢 CAM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字 那TAM是动词的问 那CAM TAM合起来就变成名词问题 或是英文的Question GEOGAP是与什么相关 那RAY是什么 所以这句也很简单 CAM TAM GEOGAP RAY 问题是关于什么的 或是有关什么的问题都可以 下一个例句是 MAN GEOGAP QUAM RAK DONG NAI MAN GEOGAP QUAM RAK DONG NAI MAN呢是虚主词 你可以想成是英文的IT IT 或是把它想成它代替某一件事物 GEOGAP是这一课的标题 与什么相关 QUAM RAK 相信大家都很熟了 是名词爱情 那DONG NAI呢 是在哪里 哪里的意思 所以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MAN GEOGAP QUAM RAK DONG NAI 字面上的意思是 跟爱情有关在哪里 那意思就是 哪里跟爱情有关 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话的人觉得跟爱情无关 但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哪里跟爱情有关啊 好下一个例句是 MAN GEOGAP MAN GEOGAP GEOGAP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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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GAP 某一件事物 GEOGAP GEOGAP 就是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联 所以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MAN GEOGAP MAN GEOGAP 就是我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有什么关联 假设你说了一件事 然后又说第二件事 可是你看不出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 你就可以说MAN GEOGAP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啊 我没有看见或是我不觉得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联都可以 好 下一个例句是 KWAM RU TOUGAP GEOGAP GEOGAP PASATAI KWAM RU TOUGAP GEOGAP PASATAI KWAM RU 是名词的知识 很有知识 很有学识 那个知识 TOUGAP 也蛮重要 蛮常见的 就是一般的 平常的 普通的 所以KWAM RU TOUGAP 你可以翻成 知识 或是常识 GEOGAP 是这一课的标题 与什么相关 与什么有关 那PASATAI 相信大家很熟 PASATA是语言 台是泰国的 PASATAI 合起来泰语 整句 KWAM RU TOUGAP GEOGAP PASATAI 就是 与泰语相关的一般知识 或是与泰语相关的常识 下一个例句是 所以KWAM RU PIN TAN GEOGAP GAN NGAN KWAM RU PIN TAN GEOGAP GAN NGAN KWAM RU 一样是知识 PIN TAN 是基础的 所以KWAM RU PIN TAN 合起来就是基础知识 GEOGAP 是与什么相关 与什么有关 那GAN NGAN 大家看到NGAN NGAN是钱嘛 所以GAN NGAN 就是与钱有关的 中文是金融 或是财政 或是财务 所以整句 KWAM RU PIN TAN GEOGAP GAN NGAN 就是金融基础知识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集的最后两句 KWAM RU GEO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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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是知识 GEOGAP 一样是这一颗的标题 与什么相关 KAN DU LES GEOGAP 我们先看DU LES DU LES DU LES是动词照顾的意思 那SUGAP PIN TAN 是健康 那加了一个GAN 就把后面的动词变成名词 所以GAN DU LES GEOGAP 就是健康照护 整句KWAM RU GEOGAP KAN DU LES GEOGAP 就是 与健康照护相关有关的知识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集的最后一个例句 GAN DU LES GEO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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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是这一颗的标题 与什么相关 GAN DU LES GEOGAP 是终极的字 大家记得吗 我在他语构句练习 应该说过蛮多次的 GAN DU LES GEOGAP 是政府 GAN DU LES GEOGAP GAN DU LES GEOGAP 这样是终极的字 应该是我第一次在 泰语构句里面 提到这个字 那又白是政策的意思 所以整句 GAN DU LES GEOGAP LES GEOGAP 那又白 与政府 以及政策 有关的事情 或是事宜 事项 都可以 好 那以上就是 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 GEOGAP 所有例句内容 以及讲解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心得以及感想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及频道 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然後按超級感謝表達人的支持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Kopko ma ka saan di ka